如果你去新疆了 我就过来跟你会合了 等到你去新疆吧 我先找个地方躲 躲啊 太热了 找个地方啊 背暑 新疆太热了 大姐 新疆的话 我们从甘肃进新疆的话 三四十度啊 去年我们夏天去青疆 忘了吗 我们走到了青海 就没有走了 又去新疆 去西藏吧 朋友们 你们好 这两天天气特别热 所以开了一个宾馆 洗个澡 今天冲一下电 也没有电了 已经进入洛阳这边了 大姐一个人也不容易 她从重庆开车 跑到陕西那边去 说去等我 但是当时 我还没有做决定 说要去那边 然后她就跑过去了 我都不知道 她跑过去了之后 我又 我说我没有到那边 她就回去了 又回到了重庆 令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接下来准备还是先回去自驾吧 和大姐一起 因为这个三轮车的话 跟她一起自驾游 去新疆的话 不现实 速度跟不上 就先让我们去一趟新疆 完成这个梦想 新疆西藏的话 能去也能去 到时候再回来骑三轮车 就是这么决定的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约定 一起去新疆西藏吧 是吧 现在加上天气太热 我们这个速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这个新疆西藏 所以我跟大家说好了 叫她就是开车过来 和我会合 我把定位已经发给她了 然后和我一起 我回家的话 把车一换 换成房车 然后咱们一起出发新疆西藏 到时候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风景吧 反正就是这么安排的 这边早上没有早饭吃的 咱们就直接出发吧 朋友们 往湖北方向走了 荆州方向 然后 今天去路上吃饭吧 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早饭吃 这是一个县城 车 放在这里的初天晚上 哇 在红绿东路口左转 驾车吃个早饭 到达一个小镇 你干嘛 你干嘛 走会 这吃什么 这里 我上次有汤 这个汤我上次喝过 我是喝不惯 面条都没有 算了吧 不吃了 朋友们 继续赶落了 前面有饭店在吃吧 先饿着吧 终于找到了一个休息的地方 在这个大桥下面 我们下车看看 大桥底下好沉凉 休息20分钟 咱们准备进城了 不知道前面能不能进城吃个饭 很多当地的车都停在这个大桥底下休息 这个太阳晒不到 桥底下非常的凉快 好烫啊 红的真高 这夏天的话真的不能一直爬坡 不然很容易烧了 温度太高了 这必须把电风扇怼上去才行 这不好搞 你们是去哪里的 我们是转到树坡的 玩的 这么热玩啥 去别处 也到两个荷兰老哥 他们也在这里休息一下 说出来万的和我一样 开个五菱红光 湖北的 这是转到外 是的 继续赶路了 朋友们 Let's go 咱们继续 出发了 前面终于进城了 朋友们 咱们可以吃到饭了 我在兴安等你 这个县城叫兴安县 我也是第一次来 天是真热 外面的天气 我估计温度今天接近三十八九度 太热了 开到四十度了 进入这个新安县县城以后 半天没有看到一个饭店 啥情况啊 没饭店了 这椰子在这个路上跑啊 太热了 我想找个树底下 要晨凉了 我这个太热了 不能走了 朋友们 必须要太阳下山以后再走了 我看一下外卖 看一下能不能叫到外卖 其实叫外卖最好了 能找到自己想吃的 去饭店的话 可能挑不上满意的口味 有小碗菜 1.2公里 五妹儿小碗菜 哇 好多小碗菜啊 我的乖乖 那我就直接骑过去吧 没想到啊 我这个地方还有小碗菜 出负我的意料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导航上面 找不到了个小碗菜 只能在外卖平台上面找到 什么情况 不计是私人的 那就只能叫外卖了 我去吃黄门鸡米饭吧 卖了一棵树底下 咱们在这里吃个饭再走啊 叫了一个河饭 太热了 就在垃圾桶上面吃 分量很足啊 四个菜加上一碗米饭 这么多 开饭啦 朋友们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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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喝足 准备继续出发 朋友们 四个菜都吃完了 这次真的吃饱了 现在去干什么呢 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 歇息到下午三点再走 外面如果太阳一出来 是太热了 车里面太热了 真的很热 大午三点半 今天因为天气太热 脱离了国道 然后下到这个村落里面 休息了三个小时 现在准备继续出发了 然后我没有走山门峡那边了 因为全是山路 全是爬坡 我走到卢斯县那边 咱们出发吧 5点之前找到今天的露营地就行 这段路有点不太好走啊 哇 又是这种路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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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慢点慢点 有点不太好搞 咱们慢慢一步一步的上去